我觉得很多时候正义的实现就是要靠一个一个的个案来慢慢的来推动 我们专业的人士可以在倾听社群的声音的同时 然后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勇敢的帮他们去争取权利 我是金西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的浙江省温州市 现在是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班 我来台湾已经有五年多的时间了 现在也在台湾工艺联盟服务 其实在出生不久的时候 父母就发现我对很多颜色鲜艳的气球的反应 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么灵敏 发现其实算是视网膜病变 那一开始呢我的视力状况算是弱势 坐在第一排可能也看不到黑板 也要趴在桌上才能看到书本上比较大的文字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视力就进一步的退化 大概到二十多岁的时候退化到现在的状况 就是只有非常微弱的光觉 已经算是法律以上全盲的中毒视障者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区别的对待或者歧视的场合 还是蛮常见的 比如说之前在中国念书的时候 可能每一次要参加升学考试 对于其他的同学来说 考试的题目是最大的挑战 但是对于我来说能不能参加考试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去搭乘交通工具啊 办理银行的业务 或者说参加某一些比较特别的艺文或者体育活动的时候 其实可能都会被其他人质疑说 你看不到是不是会很危险 你有没有能力来完成这些活动 那到台湾之后 我觉得这个环境会平等跟友善很多 对视障者也没有那么陌生 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陆生 其实在台湾是有蛮多被区别对待的地方 其实会面临一个身心障碍跟新著名的双重的困境 我觉得台湾的视障者或者身心障碍者 其实它好的一个状况是 民间跟政府对话的管道是畅红的 这样子就可以让现在有很多不合理的这些反规跟政策有改变的可能 那当然问题也是有的 例如说跟西方国家相比 那台湾的这种障碍的政策 我觉得它还是会比较依赖家庭的辅助跟支持 那从事律师工作之后 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 当遇到权力清损的事情的时候 都会把信任或者希望投入在我身上 大概在2015年底的时候 这一间航空公司有拒绝乘运了两位轮椅的乘客 那理由是说他们无人陪同无自理能力 这两位乘客有求助到我们这边 所以我们就有帮他们向上海的法院去起诉这一间航空公司 那当时这个案件其实在中国也有蛮大的影响力 包括国家级的媒体也有报道 上海的法院也有把它列入当年度的十大影响性的公益诉讼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这种所谓的正义的实现 就是要靠一个一个的个案来慢慢的来推动 大家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专业的人士可以在倾听社群的声音的同时 然后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 来勇敢的帮他们去争取权利 这样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是通过一人一故事剧场认识的 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面临很大的困难 因为他们的家庭之前也完全没有接触过视障者 尤其是我还是大陆的视障者 一开始他们的父母当然也是很不能理解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一起走下去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无论是两岸还是迷茫 但是彼此之间就是相信一起走下去 很多的困难都是有办法克服的 加入台湾公益联盟 一方面其实我们是曾经公益联盟的支持的对象 因为大陆结成在台湾是一个 姥姥不疼跌跌跌不爱的一个群体 尤其是向我们身心障碍的陆生 那公益联盟其实有非常及时的看到我们的需求 让我也感到非常的温暖跟感恩 现在有机会可以为这篇土地服务的时候 所以选择加入公益联盟 好 我线着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